第四十一集 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下 老板娘听到这儿 也有些为王陆的前途担忧 两年前见面的时候 少年那时意气飞扬啊 令见惯休闲界所谓少年才军的他也为之侧目 而两年过去了 王陆的际遇却真心是惨淡的 不如这样 你跟我习武吧 习武啊 王陆也放些碗块 骤气没来 什么意思啊 老板娘耐心解释起来 反正你现在也是断体七 还没正式踏入修仙的门槛 跟我学凡间的武学 既能增强体质 加快断体七的修行速度 也能多棘手保命的本事 以后朱琴那帮人再来找你麻烦的时候 你就能光明正大打回去了 别看朱琴已经引气入体 遇到真正高明的武学大师 打他就跟采蚂蚁一样 对于老板娘的豪言壮语 王陆是一点都不怀疑的 当年这位妙龄少女 化身黑衣阿达达 粉拳破法宝的绝世英姿 王陆可是至今难忘啊 相交两年 虽然很有默契地避过了一些敏感话题不谈 但是老板娘身怀绝技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王陆却略为有些犹豫 这个会不会干扰到其他方面的修行啊 老板娘拍的胸脯保证 放心 不会有事的 我教给你的武功 那绝对不含任何毒妇作用 你就放心大胆地练 练成绝世高手 去反踩朱琴就行了 你要是真能把他踩倒 那也算无相风对飘渺风之盛 也算给你师父争口气了吗 靠 我那个绝世武功 就是为了踩狗屎给师父争气啊 不过呢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老板娘啊 哦 不对 师父在上 手托儿一拜 王陆说着 表情严肃地将一双筷子插在饭碗上 那头便拜 我靠 别给我上香啊 老板娘是个信任 这一点两年前王陆就深有体会 两年过后 老板娘依然是那个老板娘 言出必见 四马难追啊 两个人在树下吃过午饭 老板娘将网块都给收拾了 提起石盒来 就说 好 咱们开始吧 开始啥啊 当然是习武了 赶早不赶晚 就趁现在呗 全到消神了 跟我来 老板娘说着 转身迈步 沿着一条崎岖之路攀圆向上 也不知要去什么地方 忙碌也没多问 紧随其后 两个人在飘渺风的山路上 一前一后 行进神速 老板娘虽然手里提着笨重的石盒 石盒里面更有一碎的餐具 但是行走间如履平地 石盒连晃都没晃一下 连网块的碰撞声都没有激起一丝一嚎来 显示出极其高明的轻身功夫啊 至于王鹿就差得越来 虽然两年里面终日常跑登山 已经是耐力超人了 终归不是习武之恩 攀爬动作就很不潇洒 非要手脚并用 才勉强跟得上老板娘的速度 这一走就是半个时辰 直到身旁的怪石鳞巡 画了一片桃花林 四周荒芜人烟时 老板娘这才停下脚步了 不错嘛 还真跟得上来 而且大气都不带船呢 猴子都没你这么能爬 王鹿拍了拍身上的泥雾 山里人嘛 猴子猴子那是看家的本事 你这看家的本事也太没品了吧 不过这也证明 两年时间你的确没有虚度 基础打得很牢 既然如此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一点了 我直接传你一门绝世神功 你就安心练吧 唯一的问题是 可能有点辛苦 辛苦不要紧 为人民服务嘛 不过我都这次岁数了 这再开始学武啊 是不是晚了 结果老板娘信心十足地 拍着胸扑道 你这是把我和一般的雍师 相提并论了 别说你才十四岁 就算四十开始跟我学也不晚 这话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呢 屁 第四十二集 放着绝世美女 放着吧 王鹿和老板娘谈笑风生 前戏做的事甚是开心啊 然而 当老板娘实际演练了一遍被他称作是外门第一的祥龙神功的时候 王鹿当时就给跪了 降龙神功并不复杂 全套一共是十六式 分拆开来不过是三十几个动作而已 但是动作之艰难简直令人发指啊 创造这套功夫的一定是怀着对人类的莫大仇恨 每一招都设计的伪逆人体的常识啊 不是关节向外拐 就是以撕裂韧带的方式束战肢体 王鹿看到一半 就感觉 这套功夫里的降龙二字大概指的是 就算是让一头龙来练这套功夫 练到一半 估计也降了 当然 功法虽然反人类 但是世间本就不缺乏绝世高人 能够把反人类的功夫给练成 老板娘一遍做完 面不红心不跳 让王鹿高度怀疑 这位活力十足的少女 是不是小时候吃了什么奇怪的果实啊 从而四肢可以随意的拼装组合 任意撑拉啊 好了 以上就是一惊弓全部十六式的动作分解 感觉如何 做完这一套非人类之拳 老板娘笑问道 能记住多少 报告师傅 已经忘了一半了 是不是全忘了就可以出师了 你再给我两分钟啊 靠你耍我 我是实在不想给自己添加这种惨无人道的技艺啊 师父 有没有靠谱一点功夫 老板娘顿时就火了 如同一个艺术造诣被人全盘否认的大艺术家一般 你这小坡孩懂个屁啊 你知不知道凡间多少人梦为以求能学得这降龙神功的一招办事而不得 老老老实实给我练 老老实实给我练 练不好不许吃饭 我靠 拿吃饭来威胁 真是下作 网练带着十分的骨气 与耿直 开始老老实实地修炼起来 虽然信中千百个反感 但是当网络实际修炼起来的时候 静静啊 却出乎预料的快 老板娘明明只是演示了一次 但是每一个动作却好像深深硬刻在了脑海里 当然 这也可以解释为 那些反人类动作在脑海里面冲击性太强了 而当网络并没有太大的阻碍 便轻松完成了第一招的三个动作之后 就连老板娘都不由得惊讶起来 可以啊 你这柔韧性 网络有气无力 你才是肉人型 既然你能轻松完成前几时的动作 咱们就加快点速度吧 接下来尝试着加入呼吸的要求 来 听我的口号 进行呼吸 第一次 难度就提升了很多 尽管以王鹿的身体条件 摆出降龙神宫那些尺度爆棚的动作并不为难 但是当老板娘以特殊的节奏引领呼吸的时候 王鹿顿时感到压力山大 老板娘的节奏毫无规律可言 时快时慢 快时如咒与冰雹 令人应接不暇 慢时却又细密悠长 几乎窒息 与其说是呼吸训练 更像是整人游戏 然而没过多久 王鹿就感觉到 体内似乎有一股特殊的气流 在老板娘的口号引领下 有条不紊地贯穿着体内的各处 随着气息游走 浑身的肌肉都开始轻轻颤抖 伸缩起来 幅度虽然不大 但是全身肌肉启动 体力消耗却是格外剧烈 王鹿只坚持了片刻功夫 便已经是汗流浃背 心脏狂跳不止 老板娘见得汗如雨下 嘖嘖称奇 啊 这么快就有反应了 哼 你的气感真是犀利啊 若是在凡间 你也算百年难得一见的 练武奇才了 网鹿强忍着呼吸的不适应 我靠 三日 轰连根啊 修烟剑 万年 难得一见的奇才啊 老板娘撇了撇嘴 嘖 万年难得一见的标本素材吧 好了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能让你这跑死猴子的山里人 累成死狗一样 锻炼的效果倒是很充分了 回去好好休息 恢复好了就抽空练习 等练完这套降荣神功 我再来教你几套打法 以你的资质及我的高明 不出一个月 至少就能半条打赢 朱秦的几个马仔了 我靠 一个月苦练 才只能够打赢对面的一个喽喽 这两年来 我到底是被人落下了多少 唉 我敬爱的恩师大人 你是不是应该赔偿我一笔精神损失费啊 当晚 王露拖着疲惫的身躯 回了吴向峰 倒头就睡 第二天 浑身酸痛 愈鲜愈死 不过 他想起来早饭还没吃 就挣扎着爬起来 步履蹒跚地走到客厅 坚定不移地 将桌上的馒头 稀饭咸菜 还有切片火腿 都一扫而空了 吃过饭 刷过碗 王露推开师父的房门 果然又是酒气熏天啊 师父一如既往地睡如死狗 一身白衣倒是一尘不染 但是在那四仰八叉的睡相之下 却也露出了不少春光啊 说来 要是客观评价这位五长老妈 倒也算得上是难得的美人了 当然 要是综合考虑他的性情等因素 那就顿时沦为面目可憎的牛鬼蛇神了 师父是个美女 这在修仙界 不知是多少年轻修士的夙愿 可惜两年过去了 王露早就看腻了这所谓的风光 瞥了眼 看见他还活着 也懒得理会这位极品师父 正好 今天腾云堂也没有课程安排 就安心在无相风里练功吧 按照老板娘的说法 这降龙神功越是疲惫的时候 越是要坚持不休 效果可以翻倍的 至于练功场 也没有太多苛求 就是屋外的空地呗 只望着屋里面那条死狗 像其他风主一样 为真传弟子还准备专业的练武场 乃至动天伏地 那就喝喝吧 在屋外 稍微活动了一下筋骨 强忍着肢体仿佛四分五裂的痛苦 王露按照昨天老板娘的指点 一朝一世地演练起了降龙神功来 虽然少了老板娘的耗子 没办法配合着呼吸节奏 但是 这套动作本身 就已经是一套极佳的强身健体法 一变之后 王露只觉浑身的酸痛都减轻了几分 不由赞叹 这套凡间的武学还真是有奇效啊 老板娘这个师傅败得不亏 尤其是和屋里那位 不是 那条相比 简直感人至深的麻辣老师啊 一边想 王露一边将降龙神功 从头开始又练了一遍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嘛 然而 才练到一半就听屋子里面 传了一个慵懒的声音声 啊 哎呀 头好疼啊 哼 宿醉了吧 你个大傻那傻 穷得连弟子的门派补贴都贪 还天天跑去买几百零食一瓶的仙穷玉酿 活该你压疼死 最好是醉成傻那傻 被黑皮昆仑奴轮成肉人形 才解气 两儿 五长老终归是五长老 仙家心法一转 醉意进去便荣光焕发了 睡得好爽啊 也醉得好爽 过两天再喝一次 一边说着 女子一边大踏步地走出房门来 见到正在练降龙弓的王鹿 一愣 哎 小王鹿 你这是在干什么 王鹿没好气地回了一声 靠 看不见啊 练功呢 五长老顿时疑惑了 练功 练什么功啊 我教过你功夫吗 靠 这个贱人还好意思说呀 两年了不教我功夫 天天不是长宝就是泡澡 这是收徒弟还是养猪啊 五长老饶有兴趣地看着王鹿转了一圈 仔细地观摩了一番他的体位 不由得更加疑惑了 我怎么觉得 你像是在练凡尖武学 王鹿干脆也不练了 他直起身子来 就是凡尖武学啊 我在身下遇到一位高人 见我在灵剑派修行两年 却只能够刨死猴子 于是同情新起啊 就教了我一套绝世神功 五长老愣了半天 便气得跺脚道 狗屁高人呐 教一个修仙门派的真传弟子 凡尖武学 这是有多傻逼的思维 才干得出的事啊 小王鹿 你也是蠢蛋 放着我这样的名师不请教 找个江湖骗子 请教凡尖武学 哎呀 你 你果然是仰望星空吃多了 脑子进水呀 第四十三集 我的师傅是叉叉 王鹿也急了 你怎么还知道 飘飘风的食堂是个傻鸟样啊 那你还给我办一张 长期饭飘干嘛啊 而且人家再怎么江湖骗子 人家教给咱那是 真真正正的功夫 在你这蹉跎两年时光 还不如跟着高人习武一个晚上呢 你也好意思说呀 物长老简直惊诧莫名啊 你这逆徒 居然将我和江湖骗子相提并论了啊 你也配跟人家相提并论呢 结果 网络的嘲讽技能刚开到一半 就被气得快吐血的恩师大人给打断了 你 你这蠢货 简直有眼无助 你真以为我这师傅 这两年是在偷懒滑水 对你的事情不放在心上 哼 那就请师傅发个心魔大事 自己过去两年 对徒弟是尽心尽力 全心培养 若有不识 从此戒酒戒色 生活习惯 向长兄长老方鹤看齐 物长老花容失色 戒酒戒色 这么毒辣的誓言 谁交给你的 心虚了吧 靠 甚虚心也不虚啊 我 我只是不小心忘了心魔大事怎么发了而已 那操 这理由你也想得出来啊 我求你要点脸吧 物长老被爱徒逼得走投无路 气得面红耳赤 你 你扯这么多 不就是不服我的水平吗 哼 那也简单 你把你那个野鸡师傅找来 和我比划一番不就行了吗 王鹿大吃一惊啊 师傅 你的下线再创新低啊 你堂上一个金丹修士 你跟你的凡间武师比划 物长老怒道 我当然是要把自己的修为压制到凡人的极数 公平比试 胜者为王 哼 想得到没 到时候你故意放水输到比试 然后趁机把我这个空灵根土地一脚给踢开 从此自由自在 不宜乐祸 话没说完 又被武长老给打断 此时气急之下 他是什么重话都敢放啊 我要是输了 任凭你处置 给你当女奴都毫无怨言 成交 王鹿师趁热打了铁 武长老冷静了几分 反思了一下 好像被自己这个爱徒给耍了 不过啊 终究是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小屁孩 这点小伎俩 哪上得了台面啊 哼 居然练什么凡奸的武学 殊不知 自己正接受着 这灵剑山最伟大的教育 唉 这就好比 明明有个绝世美女认你睡 你却偏偏一个人那啥出血 这个蠢货徒弟 唉 这件事之后 看来得仔细调教 唉 总之呢 以上就是事情的 全部经过了 儒家客栈里面 王鹿一边稀里糊涂的 吸着热腾腾的打卤面 一般对老板娘认真地解释了一番 老板娘一边嚼着算 一边斜着眼看着王鹿 然后呢 你就答应了 王鹿点点头 话都说这份上了 当然要答应了 人家都同意了 有便宜不占 王八蛋啊 老板娘怒拍出案 真的是面汤四箭啊 哪来的便宜啊 你真把他当傻逼了 那家伙再怎么不靠谱 终归是个金丹修士 而且是金丹巅峰修士 你一个断体七都没修过一半的凡人 也好意思妄想一个金丹修士 拉倒吧 你还是老老实实自己撸去吧 王鹿早早端起了面碗 躲过了老板娘的雷霆阵机 说道 反正上阵的又不是我 我怕猫啊怕 废话 你跟他打赌 上阵的人是我啊 我只是个客栈老板娘 不是零剑派掌门啊 你让我去跟金丹修士比武 我这两年到底哪对不起你了 王鹿不慌不忙道 我师父不是说了吗 会将自己的力量压制到凡人级数的 老板娘一挥手 他纯粹是装逼 金丹修士就算不用天地灵气和自身法力 单凭玉府仙心也足够虐翻任何凡间武者了 你这笨蛋 和他相处了两年还不了解他 什么时候他会在非必胜的赌局上下注啊 他真要那么赌神 还用苛扣弟子补助啊 我经常听到梦话里面哭喊 什么我的钱啊 什么没压大啊之类的 更何况 老板娘 你也不是一般的凡间武者 当年一路阿达达 一路手拆法宝那个英姿 让我记忆忧心啊 老板娘无语啊 说到这个话题 老板娘就沉默了 显然并不是十分愉快 王露倒也是理解 老板娘虽然颇有几分豪气甘云 但是终究是个女人 还是个姿色不俗的女人 前提是先得把自己拾得利索一点 当年那个化身神秘黑影阿达达的尖叫乱喊 估计属于黑历史 不过紧要关头 关键是黑历史还是白历史的 赵杰伯 不过看老板娘抵触情绪严重 那咱得好好做一下心理工作啊 安抚安抚 小之以理 动之以情嘛 是这样的 一开始呢 我也没有打算跟我那个师傅搞太僵 但是他老人家说了 凡间武学在仙道面前就是狗屎 管你是什么先天武师还是武圣武帝 随便来个练气气的修饰 就能给虐成人肉形啊 还说教出我功夫的人一定是脑子里长蛆了 要不然呢 就是欺世道明 暴殿天物 而且多半是个平凶粗鲁 没文化 没素质 没家教的野蛮人女汉子 以后还找不到老公 连机友也找不到一个 这辈子唯一的朋友 就是手指头跟小黄瓜 三十岁以后呢 大概会饲养几头大型犬 改善改善生活啊之类的 哎呦 住口 老板娘怒目远征 一巴掌就把饭桌给拍得粉碎 没错 不是四分五裂 是粉碎 一张厚实的红木餐桌 被他一掌拍成了满地的木屑 是尸骨无存啊 那个混蛋 竟敢 竟敢这么说我 王露 哗啦 老板娘怒气勃发之下 以他顶尖级的武技修为 居然也控制不住手上力道 将捧着的面丸 同样也给捏得粉碎 你这就带我上山 不把他打出屎来 我这客栈今天就关门大吉 我明天就出家 王露缓缓地点头 嗯 善哉 然后才恍然惊绝 自己的安抚方式 是不是不太对啊 哎 管的那么多呢 结果都是一样的嘛 深名大义的正义战士老板娘 怒那啥 零剑之耻 武长老 这剧本简直太好了 不打赏个主播几百块钱 都说不过去啊 屁 第四十四节 师傅大战 老板娘 老板娘啊 是个杀法果断之人 主意一定 立刻带着沸腾的杀意 还有看热闹的王露 就一路上了山 守在山门两侧的指手弟子 平日里还会笑着跟老板娘打个招呼 但是如今 见了双目赤红如雪 宛如幽冥摩尊一般的少女 被那目光一瞪 两名蓝白顿时是静若寒蝉 劝当自己什么都没看见 不多时 老板娘跟王露 就已经来到了吴向峰 老板娘豪气进展 大吼了一声 王露 你给我滚出来 然后就听到一声 回音式的怒吼 谁家的野狗啊 大下午的窖窗 扰人轻眠 不休功德 小心被天雷劈呀 王露对此 简直是惊诧莫名啊 我操 这傻边挺能的呀 就冲他那个人品 还好意思提天节 我靠 而且一个回笼觉 睡到下午这个时候 他这儿要多眠啊 老板娘咬牙切齿 今天我就让他长眠 然后 沙气腾腾 一脚踢开了房门 王露是紧跟其后 就看到了里面 穿衣服正穿到一半的 恩师大人 恩师大人也惊了 我靠 你耍流氓啊 踢管也就算了 连穿衣服的时间 都不给我留几分钟 老板娘沉默不语 在门口驻足了片刻 默默地关上了房门 王露也没话可说 在屋外自觉地吹着口哨 一言不发 过了一会儿 恩师大人穿好衣服 终于推门走出来 只是脸上却挂着万分的惊讶 小灵儿咋是你呢 刚才我还以为自己演花了 小灵儿双臂交报 仰着头道 你自己做的好事 还需要别人提醒吗 结果恩师大人一拍脑袋 我靠 你别赖这个 我最怕别人问我这句话 哎呀 让人千头万须 不知从何说起啊 我靠 师父大人 你到底做了多少好事啊 不过又过了一会儿 师父大人便自己醒悟了 伸手指着网路 颇有些不可思议 小灵儿 莫非教着蠢后功夫的 那个师父 就是你 小灵儿呵呵冷笑 没错 就是那个平凶粗鲁 没文化 没素质 没家教的野蛮人女汉子 以后不但找不到老公 连机友也没一个 这辈子唯一的朋友 就是手指头和小黄瓜 三十岁以后 大概还有饲养几头 大型犬 改善生活的那个师父 师父大人终于惊了 冷汗都快下来 小灵儿 你这是搞毛啊 莫非是生理期 疼坏的脑子 你 小灵儿也不多说 你和王鹿不是有个赌约吗 我是来帮他完成赌约的 废话少说 来赞吧 赞 赞毛啊 赞 咱们姐妹情深 有啥问题好好说 何必兵容相见呢 提起姐妹情深 老板娘似乎犹豫了一下 沉吟不语 网路一看 赶紧趁热打铁 师父啊 你还挺聪明 明知道没胜算 就拿姐妹情深说事 来当挡箭牌 唉 不愧是零剑之耻啊 师父顿时急眼 没胜算个屁 我要赢的是分分钟的事 于是 老板娘再不犹豫 行 那就耽误你一分钟来赢了我吧 我靠 好妹妹 你别这么挤怼我呀 没关系 反正你一分钟就解决我了 这位百姨长老简直是焦头烂额啊 不过也只是持续了片刻 五长老不愧是五长老啊 同样是个沙发果断 不顾后果之恩 行 那就打吧 俗话说 打是亲骂是爱 小灵儿 咱们的好感度也在平静期停滞好久了 打完这场 咱们估计就可以结婚了 我靠 身转折呀师父大人 想不到你竟然是这种人 我完全低估了你的下线啊 至于老板娘本人 则对长老大人的喃喃自语是置若罔温 她默默地挽起了衣袖 然后摆开了架势 眼看着此战不可避免 王鹿也算是功德圆满 在心里给自己点了一个赞 你呀这人也太帅了 然后低调地找了个安静的角落 坐下来看戏了 师父大人则是乖乖地认了个命 提起翠竹剑 摇摇指向对手 准备应战 此时他灵力尽联 法力风绝 的确只是凡间的修为 然而 单凭一个简单的骑手式 便让在远处旁观的王鹿 感到一股逼人的气势 扑面而来 虽然此时是盘膝坐定的 但是王鹿却感觉浑身的肌肉 都有些麻木不听使唤了 这就是金丹修士的霸气啊 太牛逼了 王鹿好歹还是练两天降龙神功 以他万年难得一见的武学天才 琢磨着 差不多也该算是个凡间二流高手了吧 结果 师父大人一个棋手式的余波 就让自己站不起来啊 难怪老板娘说 金丹修士光凭借着玉府先心 就能够秒杀凡间众生 这差距的确大得没边啊 王霸之势一抖 凡间吐住 就只能那头便败了吧 不过啊 这根本无关紧要 因为跟师父放对的 同样是能够秒杀凡间众生的 儒家客栈老板娘 老板娘的武学修为到底有多高 王鹿是不太明白的 总之 肯定是比什么先天武师境界要高一万倍 就算传说中的武圣武帝来了 估计也禁不起他那个能破万法的拳头啊 我靠 这是讽刺天行的另一本说 而面对金丹修士的翠绿竹剑 老板娘却根本不为所动 老板娘啊 我师父的女奴改造战略 就全告你了呀 两个姐妹情深的女人彼此对峙着 也不知过了多久 终于还是刚睡醒没多久 还没有来得及吃饭的师父大人 先沉不入气了 他逐渐一抖 万千见光如语如误 令人看不清趣事 却是暗藏杀机啊 网路眼前一亮 好高明的剑术啊 两年来 网路的修为虽然没有什么长进 但是这眼力 却是被门派内的一众天才弟子的表现给练出来了 灵剑派以剑为名 剑术可谓是门派的根基 无人不会 无人不惊 但是 仅凭着凡间的修为 就能够展开这种绵力藏针 傻技四伏的见识 在灵剑派中也是不多见啊 看来这个 虽然又傻又气 但是作为武长老的师父 哈人有些真本是吧 面对金丹修士的先发之人 老板娘的反应简单直接 甚至显得粗暴 笔直一拳当面打去 没有花哨 甚至是没有技巧 唯一的特点就是 快 准狠 再然后 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 一面是凡间顶级的剑术 配上明显有法宝级别的翠绿逐剑 另一面 则是老板娘细嫩柔白的拳头 网路瞪大了眼睛 投入全部的集中力 试图看清每一个细节 但是眼前一花 结果一出 翠绿见光 破碎成繁星点点 一闪而逝 而某白衣长老 就争气了许多了 像流星一般平飞出去 轰隆的一声 撞入山石当中 就如生无息了 而老板娘 则冷哼了一声 抖了抖自己的手腕 余光撇过碎石林寻触 几乎不屑一顾 真他喵霸气侧漏啊 网路都看呆了 堂堂金丹修士 摆明了有几分 真才实学的恩师大人 居然被这个老板娘 当沙包一样 一拳给打成流星了 老板娘啊 我真是看错你了 我一直以为你是 灵溪镇上的隐藏角色 结果隐藏角色对你来说 简直侮辱啊 你他喵的是GM啊 过了好久 敬爱的师父大人 才从乱石里面爬了出来 倒是没有预期的那么狼狈 虽然身上不可避免地 沾了一些尘土 但是却面不红气不喘 也不像是受了多少严重的伤呢 只是无奈地插着腰叹气 妈的 不用先到法力 果然顶不住你的普通攻击 小灵儿 你的确是逆天之人呢 老板娘依然是板着脸 一言不发 师父大人目光流转 正好看到地上 碎成渣子一样的翠竹剑 伤感地摇了摇头 哎呀 可惜了我一柄宝剑 然后 就随手从碎石旁的竹林当中 折下了一只绿竹 握起来 轻轻地一甩 一阵绿光亮起 片刻以后 一柄一模一样的翠绿竹剑 就成型了 网路心中一声 哇塞 还以为他平日从不离手的翠竹剑 至少是个法宝级别的呢 结果 结果还真TMD是高估了这个穷兵了 翠竹剑 根本就是随手做的玩具而已 想来也对 以这个穷那啥的德行 真有法宝 早就被卖了 不过 无论如何 这次是我输了 小灵儿 姐姐我就任你处置了 说着 五长老就摆出一副 慷慨就义的姿态 要多虚伪是有多虚伪啊 老板娘表情也绷不住了 叹了口气 唉 你这人真是 让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搞这么一出 何苦呢 五长老被他一问 也是有些纳闷 是啊 我这是何苦啊 明知道打不过你还非得打 哦 对了 是为了好感度 小灵儿 你现在有感觉爱上我了吗 小灵儿冷冷地说 哼 我感觉刚才那一拳好像打轻了 另外 根据赌约 能够随意处置你的人不是我 而是你的宝贝徒弟 提起自己的徒弟 五长老终于回过味了 这件事 摆明从头到尾 都是他在捣鬼嘛 我靠 真不愧是自己徒弟啊 难怪掌门那个老杂毛说什么 你们俩的确有师徒之缘啊 唉 这等灭徒 报应啊 只恨前几天喝得太高了 好长一段时间脑子都昏昏沉沉 结果 才着了那小子的道 不用姨妈思考 也不可能中她的激将法 现在可咋办 我了个去 不要吧 她才十四岁 生长发育还不完全 肯定是要本钱没本钱 要技巧没技巧 要 此处省略两千字 师父呀 其实你也不用害怕 我对你没啥兴趣 网络这么一发话 师父顿时也放心了 那就好那就好 这种事你不必着急 慢慢来啊 嗯 我也觉得不用着急 但是有些事呢 却是不急不行啊 师父呀 别的要求 我也不提了 就一点 请你再认真一点 你教我点真本是吧 话都说到这份上 师父也没办法 不认真回应你 你呀 真是不了解我的一片苦心 你真以为我招个弟子 就是当宠物养着玩的吗 啊 别的不说 掌门那个傻逼 可跟我立下约定 只要能教你成才 金钱美女 那是大把大把的 话没说完 老板娘就冷声打断她 那个老光棍哪来的美女 嗯 于是 师父立刻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王露没办法 只好将话题又给拨回去了 哎哎哎 继续原先的教育话题 师父呀 你仔细说了 你是怎么对我一片苦心的 师父抬起头来 你先帮我想想 那个老傻逼 哪来的美女 王露无语啊 算了算了算了 在王露的逼迫下 师父大人不情不愿地 避开了美女的话题 开始认真地阐述起 自己的教学理念来 哎呀 这种事还非得我说你才明白 你这孩子真伤我心啊 别的不提 这两年一日不断地要育 你可知道花了我多少钱 王露 呵呵 肯定没你九千多 师父顿时不说话了 显然是被掖得不轻啊 过了一会儿 才开口说 但药育的功效却毋庸置疑啊 这一点 小灵儿 你也能看出来吧 作为旁观者的老板娘 叹了口气 是啊 一个繁俗之辈 被你生生泡成了 百年难得一见的习武奇才 这件事上 你还真是下了功夫 少见啊 王露有些不明白啊 秋祥姐 老板娘于事说道 两年前和你见面的时候 我就看出来 虽然你可能有很好的修仙天赋 但是说到习武的前置 你也就是一个 普通农民的水平吧 虽然悟性是没得说 但天生体质实在不足 王露简直毁三观的 我靠 不会吧 这男的天赋点 还能分开算呢 师父痴笑道 这不是废话吗 你在山上学了两年文化课 这点常识都不知道 武者修肉身 修士修仙道 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王露作为灵剑山学霸 这种常识当然是知道的 他只是想不到 自己堂堂的空灵根 竟然也会被常识所束缚 不过 接下来的问题又来了 就算自己天赋一般 难道同期入山那些黑白蓝白们 就个个都是武学奇才吗 怎么人家两年之后 断体搭成了 自己就只能网路快跑啊 老板娘解释道 不一样 那些人提升的只是修为 而不是天赋资质 修为这个东西 至少在断体期是很虚的 一把灵丹妙药吞下去 好几个甲子的身后功力 就应运而生了 这些故事是很现实的 虽然灵剑派相对重视基本功 不会单凭吃药 让人吃成先天武师 但他们的修行过程 还是被大大简化了 而你就不一样了 有你现在的天赋 就算不依靠任何外力 修炼到断体大成 最多一年时间 而且 我估计你师父为你大费周折改善体质 应该有别的用意吧 师父猛点头 一脸的感动状 哎呀 小灵儿 咱们果然是姐妹情深 心有灵犀啊 你猜的没错 我给她泡澡泡两年 是想让她直接修行 无相见谷 无相见谷四个字一出 老板娘倒吸了口凉器 你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让她现在开始修行 那可是金丹级的炼体功法 哦 那是老黄历了 前几年 我刚刚改良了无相见谷 理论上 铸鸡器就可以修行了 虽然要慢一点 那也是铸鸡器的事好吧 她现在可连练器器都没到 汪物 你给我解释清楚一点 谁知 王武却是叹了口气道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她那个空灵根 不修无相见谷 这辈子都别指望什么炼器呀 助击了 虽然理论上 空灵根是修仙界 最顶尖的灵根资质 拥有最好的灵气适应性 但是对灵气的适应性过高 导致在快速吸纳的同时 也会快速流失 最终一无所获 传说中 仙秦始皇和德圣太祖 是蒙仙界传法 才正式开启了修仙之路 我没真仙的本事 只能用自己的土法来使 司马当活马医吧 话说到这里 王露大概摸清楚师父的思路 而老板娘领悟的显然还要更多一些 原来如此 所以你才会尽力提升她的武学天赋 的确 如果是那种天赋无与伦比的奇才 就有可能突破常识 提前修行无相见谷了 想不到你还真是用心谋划了 所以我就想问了 那个老傻逼的美女承诺 到底靠谱不靠谱啊 那个 王露啊 你也听到了 你师父其实也没那么糟糕嘛 还是用心对你的 王露 呵呵 那我多问一句啊师父 按照现在的进度 我什么时候能够修行无相见谷啊 师父神色有些尴尬 小声自言自语的道 也就是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年吧 我靠 十年 你这要搞动乱呢 老板娘也有些诧异 那么久 啊 你不会是打算 就用现在这个配方 给他泡足十年吧 药销会不断递减 你要升级药方才行啊 结果师父也急了 升级毛啊 现在这药方已经让我倾家荡产 再升级 你这是逼我卖身呢 小灵儿 王露在旁边冷冷地插话 卖不出去的 你就死心吧师父 啊 靠 一时间 吴长老大人 险些被自己的 逆途给气吐血了呀 但是还没等到发飙呢 某位姐妹情深的少女 就毫不留情地揭穿了她 老板娘顺着木屋的隔窗 向内撇了一眼 看到了卧室里的木桶 撇了撇嘴 没那么夸张吧 就是个一斤洗水汤而已 凡间那是无价之宝 但在修仙界的话 也就是配方比较贵 材料没多少钱 光平王露的真传补助 应该就够了的 我靠 小灵儿 你居然拆我台 为了一个男人 就丢下了十多年的姐妹情谊 我真是伤心欲绝呀 王露叹了口气 废话不多说 给我升级药方 啊 弹球一死 第四十六集 无相剑谷 灵剑派的五长老 如果总结其缺点 可谓是庆祝难输啊 唯一值得称道的 就是信守承诺 尤其是被捉奸在床 逼到墙角的时候 就会表现出 十足的诚信品质来 被爱徒王露 跟亲姐妹老板娘 挤兑得欲献欲死之后 五长老终于同意 给王露升级药方 而且是一步到位 当天晚上 就拿出了一桶 清香扑鼻的汤药 王露只抛了一次 就感觉是浑身舒爽 飘飘欲仙 虽然体能没有直接增长 但是隐约却能感到 体内蕴含着 无穷的潜力 而经过老板娘的 慧眼鉴定 此时的王露 已经算是最顶尖的 习武奇才了 用年份来换算 就相当于是 一纪元才难得一见的 纪元之子啊 对此 王露是既喜且叹 喜的是 这夯实基础的工作 总算是大功告成 叹息的是 之前的两年 等于是玩蛋去了 话也不是这么说吗 没有前面两年 不间断的药育 我这超级一经洗髓汤 也发挥不了效力 后期不发 总的来算 最多耽误你 一两个月时间 师父一边说着 一边肉疼地计算着 自己得戒酒戒多长时间 才能够抵得了这一桶超级药汤啊 王露姑且接受这个解释 那下一步啊 就是你说的无相见谷啊 没错 就是无相见谷了 也是咱无相风一系的基本功 这个 说来你入门两年了 我还没给你介绍过 我的功法体系 是啊 这一年也没见你几天 神志清醒的 不是醉死就是死睡 的确也没上时间 给我介绍东西啊 孩子你真幽默 总之 我的修行基础是无相功 如你所知 是我的自创功法 我知道 现在很多人 对自创功法有偏见 总觉得修仙之道 越是古老越是强悍 但实际上呢 修仙一世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别人的功法再怎么优秀 那也是别人的 只有自创的 才是自己的呀 王露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这个故事教育我们 宁可自己解决 也不要搞别人劳吧 对吧 你能给我曲解到这个地步 我就算你对了啊 总之呢 无相功是最适合 我的修行功法 多年来 经我不断完善 已经包含有无相剑爵 无相剑骨 无相先兴等一系列 分支功法 成为一套完整的 并不逊色星辰剑点的 功法体系 呵呵 同门师兄妹 天剑堂十张王 一个化石 八个元英 一个金丹 你还好意思说 无相神功不逊色于 星辰剑点 这不愧是我的好师会 下线永远是深不可测 靠 你懂个毛啊 星辰剑点传承数千年 的确有无穷奥妙 是修仙界最顶尖的功法 但功法是此的 修行套路非常固定 除了极少数天赋资质 符合要求的修仙奇才 其他人根本发挥不出 几分威力 不然咱们灵剑派一起 修行星辰剑点就好了 还需要什么剑星通明 百花落神呢 玩蛋去好不好 但我这无相公就不一样了 最大的特点就是 适应力强 可以与时俱进 我靠 还与时俱进呢 不错 你可知我现在修行的无相公 已经是多少次改版了 你还改版 没错呀 有了更好的创意想法 为什么不改 我的无相公最大的优点 是框架包容性强 随便我怎么改 如今呢 单单是最基本的 吐纳天地灵迹之法 我就大修过七十多次 至于这套无相公 已经是第九十八版 我基本上是一年一次大改的 至于无相剑决 无相先心之类的分支功法 那是随时能改 不须犹豫的 王鹿无语啊 对于这等奇葩的事 王鹿已经无从评价了 然后呢 小王鹿啊 现如今整个九州大陆 也只有这门可以随时更改 因地制宜的无相公 能罩住你这空灵根了 修仙界上万年都没有的 空灵根的修炼方法流传于外 你的修行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而能陪你一起摸石头的 只能是无相公 你的明白 王鹿当然明白 事实上 当师父提到这个适应性强的时候 他就已经能够理解了 为什么灵剑派会选择这么一个奇葩的师父来指导自己 无相公博大精深 要循序渐进方能有成 理论上应该是从灵气吐纳学起 但炼气大成 法力满意识 再学无相公骨炼化肉身 而后一举铸鸡 不过你的情况不一样 空灵根下的肉身就跟漏勺一样 根本拘不住灵气 也就无从形成自身法力 所以我的方案是 先学无相剑骨 堵住缺口再说炼气 当然 咱事先声明啊 无相剑骨是一门 仍需不断完善的炼体功法 跟仙界传法没得比 虽然理论上 的确能帮你这个大漏勺聚助灵气不外溢 但另一方面 你这空灵根独霸天下的灵气相适应 多多少少会有点影响 所以就别指望能像当年的 仙秦始皇得胜太祖那么牛逼 二十年就从凡人变真仙 横扫九州无人敌了 没事啊 咱看着看 当不了真仙不要紧 总比当标本强 其实我这无相剑骨另有妙处 怕是连仙法都有所不及 你练过以后就知道 不会后悔的 师父说的另有妙处是什么 王露实在是无从体会 只知道 自从跟他修行这无相见骨之后 作为冒险者的他 都隐隐感觉有些后悔 这什么操蛋功夫啊 自从第一天开始修炼 每一天都像是浑身骨折一样 简直痛不欲生啊 更新鲜的是 明明只是按照师父的演示 如练习降龙神功一般摆了几个姿势 然后吃了几碟师父亲手下厨的小菜 却不想 第三天就疼得下不了床了 而难得的是 那个没下线的师父 居然没有堵在床头 讥笑讽刺 要是换了自己的话 那是肯定要堵啊 相反 师父大人还出言安慰 我这种不练器 先练体的套路大为常理 在修仙界几乎没有先例 因为没有法力护体 练体时旧体湮灭 心体创生的痛苦 根本无法承受 不过给你泡了两年一斤洗随汤 把你从废柴一般的资质 提升为习武奇才 理论上 身体就完全能承受住剧烈变化 甚至没有太大的负担 不过呢 我本以为你练无相剑谷 怎么也要一两周 才能有所成效 想不到 才两三天就入了门 空灵根果然不会是 天下第一的修仙灵根 一旦涉及灵气法力 进度就特别的快 说完还叹了口气 可惜啊 现在你还没学内侍之法 不然你就可以轻眼见证 空灵根的奇迹了 王露对见证奇迹 是真心没兴趣啊 在床上跟植物人似的躺了两天 他只想问一个问题 这算是练成了吗 师父点点头 无相剑谷第一重 差不多是大功告成了 等你剧痛剑谷的时候 就意味着修为稳固 可以发挥实效 老实说呀 我还真挺担心 以你的体质 撑不住这第一重的磨难 更何况是将十天半个月的变化 集中到三天之内 想不到你还真活下来了 我靠 你到底行不行啊 哪来那么多没想到啊 不过 第一重无相剑谷就这么大功告成 还真是有些出古意料啊 按照师父的意思 无相剑谷修成 就可以正式修仙了 也就是说 当初困扰整个灵剑派长老团 都束手无策的空灵根难题 就被破解了 哪有那么快啊 刚炼成第一重 你就想飞了 没个十重八重的 你这大漏勺根本赌不上 慢慢来吧 从现在开始 跟我修行无相弓的基础 三个月内能练气 就算运气好了 王露忍不住问道 十重八重 你这无相剑谷 到底多少重静剑啊 目前为止 我一共设计了一百一十二重 自己修到了一百零三重 不过无相弓嘛 包容性强 与时俱进 静剑上不封顶的 我靠 还上不封顶啊 亲 你这无相公道 你是有多不靠谱啊 不过 上了贼船 也没得选 王露只也得跟着练吧 三天练完了第一重 那 一个月之后 就十重断体大成了 就脱离苦海了 一个月的时间 转眼即逝 网络的修行生活 再次回归了过去的两年间 那周而复始的两点一线 白天在飘渺风里当学霸 晚上回无相风练谷 日子呀 过得到也是简单充实 经历了第一关的艰苦磨难 无相剑谷的修行 终于走上正轨 变得逐渐的人性化起来 至少不会疼得人死去活来了 不过 按照师父大人的说法 并不是说无相剑谷 就没有副作用 而是修行到第一重 对痛苦的耐受力 就已经达到了 可以重如不惊的地步了 别说什么 旧体破灭 心体创生之苦 就算是睡梦中 被人割了小伙伴 都不会因此而感到疼痛 网络听了这解释 顿时和他的小伙伴 都惊呆了 人没了痛觉 那么成比特牛头梗了 不过 往好的方面看 总比每天痛经强多了吧 唉 凑着练吧 不过 练到第三重的时候 王禄就发现了 这门功夫的另一个坑爹之处 就是没有任何属性加成啊 按理说 这种下陷就为 助击期的练体功法 对身体的强化能力 应该是远在凡间武学之上 王禄修行一周 连破三重 不说有龙象之神力 至少也该有力大如牛吧 奔走如风吧 结果 这一周的努力却时辰大海 更糟糕的是 他的长跑速度似乎还下降了 问起师父来 师父就语重心长地说 无相见骨博大精深 不可能见效于一时之间 要把目光放长远 十年以后 你就会理解为师的苦心了 理解你妹儿啊 十年以后 你等着老子挖出你的苦心下酒吧 于是 王禄当天晚上就离家出走了 投奔了老板娘去了 屁 第四十七节 王禄和黑熊 而对于王禄的投奔 老板娘则是欣然接受 用她的话说 调教一个资质万年难得一见的习武奇才 那是任何一名武学宗师都不能抗拒的诱惑 放心吧 我一定会将我毕生所学轻能相受 虽然修仙的事情我不太懂 但是即便只是凡间的武学 也足够你用到助击之前了 这一点 王禄也有所耳闻 传说凡间最顶尖的武者 能够搏杀炼器器的修饰 直到炼器助击成功 玉府出城 法力内外贯通 凡间的武学才基本上无效 但即便是在灵剑派 这等精英慧萃之地 由断体器到助击器 那也不是三年五年之功啊 所以老板娘的功夫 至少在三五年之内是有效的 而即便是自己以后助击有成 凡间的武学难以生效 但其中蕴含的道理啊 仍旧有部分是相通的 于是正式开炼 依然是从降龙神功炼起 毕竟是老板娘郑重推荐的基本功啊 据说能够全风味的强化体能 只要炼成了低虫 就有虎豹之力了 可以媲美一般的大武师了 于是 王露就用了三天时间 炼成了低虫降龙神功 工程那天 老板娘特意做了一整锅 降猪手为王露庆功 用心之体贴 令人倍感温馨啊 然而 吃过猪手 和老板娘一到 在山间演武的时候 问题就来了 老板娘 按照你的说法 我现在应该有猎豹的速度 猛虎的距离 还有野牛的坚韧对吧 老板娘点点头 是啊 第一重降龙神功炼成 最少也有这个标准 怎么 王露沉默了好久 我怎么感觉 没有什么变化呢 老板娘吃了一惊啊 不可能 你龙脉出城 真气内生 我看他一清二楚 怎么可能没效果 除非 说到这里 老板娘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一对柳梅深深拧在一起 宛如愁思百转的小媳妇 我想我明白怎么回事了 这是覆盖现象 覆盖现象 老板娘无奈地解释 这个不难理解吧 高等级的武学 对低等级的武学 有覆盖效应 比如你修行一门 六阳融雪宫 过段时间又练了 更加高深的九阳神功 那你的内力属性 就会体现出九阳特性 六阳融雪宫 等于是被九阳神功覆盖掉了 而现在呢 虽然降龙神功 是最接近仙道功法的武学 但是无相剑谷 却是货真价实的仙道功法 所以呢 就被覆盖了 网络听了简直要吐血啊 这无相神功到底有多坑啊 一点属性都不佳 还把人家狂加属性的功法 给覆盖了 师父 你呀能够创造出 这种奇葩功法来 徒儿我真是给你跪了 老板娘也是苦笑 想开点吧 无相剑谷我多少了解一些 虽然前期的确坑了点 但无愧修仙功法之名 不是降龙神功能比得上的 老板娘啊 你已去拿这种扯淡的理由 劝我想开一点 还不如直接一点 劝我一银一个师父 被人那啥的场景 拿去自己解决算了 老板娘见劝慰无效 连忙说道 哎呀 降龙神功不练就不练了 反正就是一个提升 基本属性的功法 咱们可以直接练打法的 我这里正好有几套剑法 比较适合你 王鹿摇里摇头 拉倒吧 我师父那儿还有一套 无相剑决等着来坑我 别待会儿又覆盖了 的确如此 那这样吧 咱们练步法 这总不会有问题了 王武他一贯忽视腾诺之术 无相宫中并没有 轻宫之类的功法 咱们就练这个 步法 加闪避 加短途爆发呢 这个可以有啊 虽然等以后 修成真仙的手 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凡间步法 根本就是效果 但是直到筑基有成之前 就算灵剑派的修饰 也没有能够飞天之能啊 能够用到筑基器就足够啊 师父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 然后王鹿再次将筷子 插在米饭上 那头便拜 之后几天 王鹿就跟着老板娘 开始了步法的修行 奇怪的是 老板娘传授的步法 既不是传说中 闪避最强的灵波微步 也不是号称能够化身幻影 以残像迷惑敌人的鬼影步 而是一种名为蝉丝步 需要惊人的平衡跟韧性 才能够施展开来 堪称诡异的奇妙步法 顾名思义 蝉丝步 要点就在一个蝉字 一旦缠上对手 就无论如何不让对手摆脱 仿佛牛皮糖养年人 并不强调闪避 也欠缺爆发能力 但是 在一对一的战斗当中 往往能够发挥奇笑 王鹿并不清楚 老板娘为什么要特意传授 这样的步法 但是她总归不会像自己的 恩师大人那么坑爹吧 所以 蝉丝步就蝉丝步吧 有的学就不错了 如此这般 王鹿便开始兼顾学霸 建古蝉丝步 这铁人三项的紧张生活了 上午常跑要育练古 中午开始 在飘渺峰学文化课 赚取门派积分 课后下山找老板娘练蝉丝步 晚上回吴相峰睡觉 两个月后 蝉丝步功德圆满 大功告成 尽管没有步履如飞 一心画影的异能 但是真正掌握这门步法的精髓之后 王鹿并不觉得蝉丝步 比起那些灵波微步之类的步法 就差了 这可是一门 可以将使用者的力量 发挥到极致的神奇步法 这一点 在无相风中 采药赚零花钱的时候 尤其体会深刻 以往上山采药 王鹿也只是能够欺负一下 野猴野兔啊野鸡啊 之类的 遇到野猪野狼啊 就只能够如丧家之犬一般 四处奔逃 可是如今蝉丝步大成 尽管没有修行任何攻击性的武学 师父的无相剑谷又特别的坑爹 但是 即便遇到那些凶猛的野兽 也有一战之力了 为了证明自己 在蝉丝步功德圆满的第三天 王鹿便深入无相风的荒野区 找到了一头 与他结怨两年之久的 独眼黑熊 两年间 王鹿在山中采药 最恨的 就是这头 死沾着灵草生长区的熊瞎子 对方也不是什么 能够呼风唤雨的高级精怪 就是一头又懒又笨的蠢熊啊 偏偏在灵剑山这地脉汇聚之地 兽性通灵 小的山中灵草灵药的好处 没如园丁一般 在山里面巡视 保护灵草 和依靠采药赚钱的王鹿 又不共戴天之仇 过去两年间 遇到这头蠢熊 王鹿只能够掉头就跑 反正一仗着地力之变 加上少年独有的灵性跟耐力 倒也不怕被野熊给伤到 但是采药大忌便是屡屡受阻啊 而现如今 蝉丝不大成 王鹿是信心爆棚 心到 君子报仇就在今朝了 也懒得去等黑熊再出现 直接大踏步地冲进了黑熊的山洞里 那天 王鹿起得很早 上山的时候 天还没亮 山中里面 黑熊睡得是口水横流 好梦震撼 王鹿也没客气 上去罩着鼻子就是一脚啊 黑熊嗷了一声 撕心裂肺的嚎叫声 以及喷泉一般狂勇的鼻血 令王鹿心中气爽无比 黑熊捂着鼻子 长生而起 一直飙着泪的毒眼里面 射出血红的仇恨光芒来 你妹啊 两年了 你呀有完没完啊 平日里上山偷我的灵草灵药就算了 现在居然又找上门来 又是叫床又是暗算 我招你了 你头妈的去死吧 嗷嗷的一声 黑熊厉声咆哮 熊掌挥舞 刮起阵形状极风 这野兽的扑击 足以裂金碎石了 然而 王鹿却不慌不忙 步子一动 上山一摆 就轻巧地避过了熊掌的横扫 黑熊这种动物啊 看似笨拙 实际上 至少比普通的人类 要迅捷灵活的多 一击不中 黑熊紧接着又是一掌啊 旁硕的身躯也扑了上来 挤压对手的躲避空间 而王鹿刚刚撤出一步 重心不稳 根本就无从闪避 然而下一刻 王鹿却身心一晃 并如同鬼影子一般绕了开来 而且趁着黑熊收拾不及 直接爬到了他的背上 蝉丝部队身体 柔韧性的要求 被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 这门步法的精髓就是 当需要时 明明贴身而动 却又仿佛远在天边 令人触手不及 两次成功的闪避 王鹿已经摸清 对方的底细了 毫无压力啊 只要凭这套步法 就算在山洞这种 狭小空间之内 也无需畏惧这头 发狂的猛兽 唯一的问题是 虽然不会受伤 但是没有学过 任何打法的王鹿 也不可能伤到这头 皮糙肉厚的熊啊 唉 没办法 那就耗呗 反正王鹿耐力惊人 不信耗不死头 两个多时辰以后 当王鹿感觉 有点饿的时候 这打了一上午 疯狗拳的黑熊 终于撑不住了 咕咚的一声 就躺地上了 第四十八集 三千零食 这头稍具灵性的黑熊啊 是彻底被王鹿 给磨没了脾气 打吧 是怎么打也打不住 跑吧 那孙子还不依不饶 紧跟在后面 时不时还用 神奇的身法 给自己下个绊子 让自己摔得 跟个傻兵似的 他就趁机 踢下自己鼻子 两个时辰过去了 黑熊的鼻子 都快给踢烂了 在山间里摔得是浑身无泥 狼狈不堪的 而王鹿呢 仍旧是气定神闲地 踩在背上 黑熊 哇一声 有气无力地哀嚎了一声 终于不情不愿地 示弱了 王鹿听了以后 从他背上走下来 黑熊勉励 撑起身子 缓慢地爬回了 自己的山洞 然后也不知从哪 扯下了一块白布 用爪子抓着 缓慢地摇动着 我靠 这熊还会这手啊 连王鹿都惊了 信说 仙道门派 不愧是仙道门派 连这头傻了吧唧的黑熊 都会通人性了 还会扯白旗卖萌 得了得了 既然你认怂了 我也没必要斩尽杀绝 大家当了两年邻居了 以后好好相处吧 王鹿拍了拍 黑熊的脑袋 转身离去了 只留下一个 孤高的背影 映在黑熊 热泪朦胧的视线里 志得一满地 回到自家小木屋里 王鹿惊讶地发现 平日里这个时候 一定会醉成傻边的师傅 居然正在客厅里面 看书呢 金丹药术 卧槽 这货居然识字啊 居然还没把书拿到 居然是在看 正经的修行典籍 而不是春呢 那啥 我亲爱的师傅呀 你的无耻流氓形象 崩坏了呀 而师傅见到王鹿 也是一惊 咦 这春光满面的 莫非你去寻花问柳了 问你妹儿啊 这段时间你修行 的确蛮辛苦的 虽然我坚持认为 梵间的武学 纯粹是浪费时间 不过 好在你也没耽误 无相剑谷的修行 这很好 顺便我也告诉你 一个好消息 恭喜你 你的无相剑谷 已经到了练气前的 最后一关了 网络抬了抬了抬眉梦 最后一关 不错 完成第八重剑谷 你就能正式开始练气 而且还有一点 你不是经常抱怨 这无相剑谷坑爹 一点属性都不佳吗 其实剑谷的变化 早已潜移默化地发生了 只是你一直 懵然不觉而已 不过 等你完成第八重以后 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高 除非你黑了心瞎了眼 否则绝不会再说什么 剑谷坑爹的蠢话 网络哎呦呜呜一声 把师父这理直气壮的嘴脸 给惊呆了 小样 说得跟真的是 那咱们走着瞧吧 按照前面七重的速度 最多一周以后就见分小了 你这无相剑谷 到底是真的绝世奇功 还是纯坑爹的 到时候就一目了然了 师父冷冷地说道 没那么容易 无相剑谷的修行 可不是单凭闭关苦修 就能完成的 王陆问 那还要怎么样 于是 师父给他扳着手指头 首先是丹药 从第八重境界开始 无相剑谷的修行 必须以丹药附作 日常修行需要每日 一记无相撞谷伞 破关时则需要服用 无相撞谷丹 其次是灵石 破关时需要以天地灵气 快速冲洗经脉 单凭巨猿阵 聚集灵气效率不够 至少也要几枚下品灵石 最后则是明师一明 破关时灵气暴走 非得有如我这般的 明师压阵 才能万无一失 这三个条件里 后两个 我都可以给你轻松解决 但是单要方面 需要你自己努力 无相撞谷丹的炼制 需要一枚猪果 这东西我手上没有 也买不起 不好意思啊 就算你骂得我狗血淋头 买不起还是买不起 如今山门内部的 长老优惠价是 三千零石一颗 我就算买得起 我也不买 你滴 明白 王露简直惊呆了呀 猪果这东西 定价三千零石 确实不贵 放到外面 翻个十倍都不稀罕 问题是 这是筑基静念以后的 修设才用得着的 我一个断体七的 小鱼小夏 居然用猪果 或者说 用三千零石 来辅助修炼啊 师父苦笑了一声 也没解释 只是继续说道 猪果这东西啊 其实在青云峰 长了不少 但那是门派的 战略资源储备点 就算是掌门人 也不能随意前往采药 只有你们这些 刚刚修行 境界还弱的 弟子辈们 才不受限制 理由 我想就不必多说了吧 的确不难理解 鼓励年轻弟子们 勇于探索 挑战极限呗 正好过几天呢 飘渺峰和逍遥峰 要组织新人 去青云峰历练 你也跟着一道吧 想办法采几枚 诸果回来 我来帮你炼制 撞骨丹和撞骨伞 要是采不到呢 其实也没什么呀 就算没有撞骨丹 换第一节的丹药 也能凑合 但修行速度 至少慢个十倍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现在缺的就是时间 走 上山 啊 你要去青云峰 飘渺峰 腾云堂外 一名身材高高的黑白弟子 万本惊讶地 看着面前的小师弟 不不不 以对方的身份 那道红白道袍 应该称师兄才对 而那个红白师兄 听了他惊讶地反问 只是点了点头 听师父说 要找岳师兄你报名 没错吧 黑白弟子苦笑了一声 的确是由我负责组织 这次青云峰的历练 只是 只是没想到 会有真传弟子来报名的 而且师兄恕我失礼 这一次历练 通常最低 也要练气器的修为 才能参与 至少据我所知 没有断体期的弟子 参加的先例啊 而且 那个黑白弟子 还有一句话 没说出口的 就算是断体期吧 好歹你也修炼到 断体巅峰才来啊 现在这样子 怎么看也不像是 有先天武师的技术啊 不过算了 管那么多 又不是明文条例 这种事 以他区区入门四年 练气六品 就为的黑白弟子 也无权决策 回去禀明师父 让他老人家来定夺吧 啊 你说 王鹿那孩子 也要参加试炼 飘渺封定 刘显颇为惊讶地 询问这堂下的弟子 灰师父 他的确是这么说的 此事不合常理 通常很少有真传弟子 会参加这样的历练 而且 他的修为境界也不达标 据弟子观察 最多只有断体二三品 距离断体巅峰 都还虚写时日的修行 更达不到 炼气器的标准 但他毕竟是真传师兄 我也不方便回绝 所以 说到一半 刘显就白白手打断他 哎 不用回绝了 带上他吧 躺下弟子吃惊地抬头啊 啊 可是 师父啊 我和霍师妹两人 照过四名新人 已经很吃力了 再多一个断体器的成员 我们就没办法保证安全了呀 不要紧 本来就没有万无一失吧 要是事事都给照顾妥了 还叫什么历练呢 啊 纯粹是旅游了 而且那个王露 既然是无相丰盛的弟子 他的死活 就不用你来关系了 到时候 重点看好 另外四名师妹师弟 就可以了 啊 你跟霍营两个人 足够了 躺下黑白大吃一惊啊 他的死活不用我来关心 这怎么可以 虽然早听说师父和无相丰的武师叔关系不合 但这 这不是千类无辜了吗 也实在太 月云啊 这次晴云峰之行 对你而言也是一次历练 啊 需要花心思布置的事情多了呢 你先下去好好准备吧 不懂的事 就问问有经验的师兄们 未必是我飘渺峰门下 逍遥峰弟子一样可以问啊 务必把师姐给办好了 明白了吧 是 师父 师兄 你的申请师父已经同意了 那么 一周以后的这个时候 还是在这里集合 咱们一到出发 前往青云峰 说到这儿 月云迟疑的片刻 又补充了一句 呃 这一周时间 还请师兄好好准备 加紧修行 虽然咱们不会在 青云峰走得太深入 最多到青龙峡为止 但是 风险还是会有的 我和惠颖师妹 比你们入门也就早了两年 修为不高 到时候可能会有 照应不周之处啊 放心吧 那个时候啊 我肯定会出手帮你们的啊 咱们是同门的师兄弟们啊 需要帮忙 你尽管开考就行了 客气什么呀 月云无语啊 那就祝师兄一切顺利 转过头去 这位黑白弟子心中苦笑 唉 真不愧是无相风伤下来的 当年生仙路上走得何等潇洒从容 短短两年之后 脑子就出了问题啊 在接下来一周的时间里 网路并没有浪费分毫 无相见顾的修行不断推进着 虽然进度上明显遇到了平静 第八重的关节始终无法打开 但是前七重的效果 却是一点一点的显现出来 每日例行修行之时呢 总会感到一股温和的力量 分散于四只百骸之间 只待时机成熟 便能够破茧而出 一鸣惊人了 虽然这个契机还是显得遥遥无期 但是网路心里面已经引力明白 无相见顾啊 的确不是一门一味坑爹的工法 除此之外 听完网路要登青云峰了 老板娘啊 便传了他一门剑法 名为柔云剑 这门剑法 说来跟你的好基友有很深的关系 剑法最早是云太帝国 一位修到了武圣境界的皇室成员所创 之后变为皇室秘剑 历经千年改良 就有了如今的游云剑法 这门剑法没有别的特点 就是重防御 韧性强 若能配合云太特产的软剑 几乎就是一道保命符了 当然 我手上暂时没有神兵级别的武器 但是 这口紫微软剑也能凑合着用用了 若是你能将这门剑法练熟了 至少此次清云峰之行 便能多几分保障 古话说 百日练刀 千日练枪 万日练剑 一周时间 就算王禄天赋再怎么惊人吧 也只能是将剑法给熟练了 但是到了这个程度 也就足够了 因为等你剑谷修炼有成 开始练气的时候 就有无相剑爵可以练了 这门柔云剑法就可以淘汰了 除非你有闲心去领悟剑意 不过柔云剑意 也没什么味道啊 老板娘对柔云剑法的评价一般 但是精挑细选地将这门剑法传授出来 其价值有启会平平啊 王禄就很惊喜地发现 这柔云剑跟蝉丝布简直是绝配啊 两者相叠并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 这门精于泄力化力的剑法 配合蝉丝布的韧性 那防御能力将指数倍增啊 剑法出城的当天 王禄就前往了无相风黑熊洞 找自己的老邻居过招去了 那黑熊上次被王禄惨败 这一周里面是奋发图强啊 不断地采集灵药仙草 胡吃还在 再次见面的时候 已经碰了一圈了 见了王禄就咆哮而至 速度已经快了将近一倍 当然 一周过去了 王禄的蝉丝布也有经济 要是真缠斗起来 依然是不惧啊 但是此时有心试剑 便是不闪不闭 横剑硬挡 哼的一声巨响 黑熊的万军之力 被一柄紫色软件 全树给划开 王禄本人持剑而立 虽然身体遭遇巨大震荡 但是却面色不改 身形没动 有了这一回合 后面的结果也不笑说了 半个时辰以后 发愤的黑熊 就被揍得全成了一团 活像一团肉扇的 然后就扯了一块白布 蒙在头上 仿佛抱头蹲防 在黑熊身上发泄了欲望 而不是 是找到了充分信心的王禄 提着软件 一路慢跑到了 飘渺风的腾云堂 此时堂前 已经聚集了五六个人了 其中最高那个 正是组织者岳云 这位入门才四年的黑白 正和师弟师妹们 聊得很开心 见到王禄跑来 岳云赶紧打招呼 王禄师兄 这里这里 岳云这么一招呼 其他人也都跟着转过头来 这一转头 王禄就乐了 这不是朱秦师弟 跟文宝师弟吗 朱秦皮笑肉不笑地 拱了拱手 王禄师兄 早上好啊 而后 其他人也跟着行了礼 心中无论有什么想法 但是门派的规矩 不可不守啊 尤其是在这种 人来人往的腾云堂前 万一被掌刑长老抓到 对师兄不敬 抄门规 绝对能够抄到鸟软啊 寒暄之后 岳云专门为王禄 介绍了一下历练的队伍和行程 此次青云风之行 有两名略资深的黑白弟子 岳云和霍颖带队 然后 参与者有两名黑白 两名蓝白 都是两年前一同入门的新人 说来 两年前王禄刚刚走过金桥 便遇到两位飘渺风的修士 那时他们说过 飘渺风虽然是外门 但是门派弟子 未必就比内门逊色 如今看来确实如此 参与此次历练的两名蓝白 赫然都是炼器器的修为 其中一名沉默寡言的女子 居然还突破了炼器八品 虽然境界不稳 实际能够动用的法力灵器 未必就比九品多 但是八品终归是八品啊 惊世骇俗啊 据岳云介绍 这位名叫月星瑶的师妹 居然拥有二品水象地灵梗 单论这一点 就比大多数内门弟子还要强了 只可惜 欠缺了几分进取的锐意 以及冒险精神 没有去走后面的生仙之路 无缘内门了 这支青云风的历练队伍 算上王禄 共有两个炼器六品 一个炼器八品 三个炼器九品 和一个断体二品 算是重规重矩的 低端修士小队了 在九州大陆的 许多低端修仙门派里 经常会派出 这样的规格的小队 外出攻干 队伍的构成层次很分明 重规重矩 但是某位红白的出现 就毁了这一切 论修为 断体二品 无疑是敬佩莫作的 但是论身份 红白道袍闪瞎人眼啊 就连月云这种带队修士 都得恭敬地喊一声师兄 更糟糕的是 因为有网络的存在 就连设计队伍的阵型 都变得很麻烦 按理说 修为最低的 应该排在倒数第二个 由压阵的霍颖师妹 负责照料一下 但是按照另外一个理论来说 身份最高的红白真传 应当首当其冲啊 与月云并排 月云跟卓颖商量了一下 不得要理 结果 网络自告奋勇 我来当排头吧 看我这个师兄 保护大家 月云当场就喷了 我去 好吧 反正这是你自己选的 我不管了 于是 一行人排好了队 王禄跟月云一马当先 朱秦和文宝其次 另外两名弟子 走在霍颖之前 七个人隐隐走成了北斗镇 彼此是遥相呼应 而后队伍从腾云堂出发 竟由缩地之阵 直接来到了青云峰 青云峰啊 位列灵剑十二峰之一 区域最广 占灵剑派总面积过半 是门中种植灵草灵药 豢养仙秦灵兽之地啊 青云峰封为大小青云 其中小青云呢 就是生仙之路 紧接着云波图之后的 四个独立洞府之一 其本质 却与其他几个洞府不一样 小青云 是灵剑派的仙人 以大神通 从青云峰当中 取了一块空间 与飘渺峰重叠起来构成的 既存在于大青云当中 也存在于飘渺峰的腹地里 小青云啊 主要用来培养一些 低级的灵草和灵兽 除此之外 也能当作一个 极佳的历练之地 供弟子前往修行 因为这片空间里 被施加了层层进制 在其中生活的灵兽和精怪们 区域分明 因此 只要不随意乱闯 历练的风险就高度可控 至于生仙路 反而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功能 如今 由月云带领的这只修士小队 前往的就是小青云峰 大青云峰中 就连四五级的精怪也不少见 这几个练气级修士过去 根本就是给人加餐的 而小青云峰 直到青云峡之间 理论上 最强的精怪也不过是 二级一品上下的 月云等人虽然未必打得过 但是带着师弟师妹们逃跑 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么接下来 我会重新强调一遍 这次历练的要点 请大家不要嫌我啰嗦 这是大家第一次历练 多几分谨慎是不会有错的 虽然小青云峰中 有无数确保安全的法术禁止 但是几乎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伤亡 历练绝对不是做游戏 大家明白了吗 在青云峰的入口 性格温和的月云 难得地绷起了脸 按照师父的交代 联蒙带下地做起了历史回顾 被他这么一下 几名信人果然露出紧张的神色来 纷纷表示 会严格遵守师兄的指示行动 云云 除了某个淡定自若的红白之外 真传不愧是真传啊 要不是事先知道底细 光看那个信心十足的表情 还以为这红白已经注击了呢 月云心中叹了口气 寻思着师父交代说 不要管这位真传师兄 的确有几分道理啊 于是 只好不理会这位真传师兄了 将历练所必须的要点一一讲出来 最后总结道 这一次的历练 预计要用十五天 行程初步预定 是头三天经望月谷至青龙峡入口 而后再从莲花池返回 其间大家可以任意采集药草 当然 前提是你们的采集技能足够 不至于糟蹋浪费 然后 也可适当参与沿途的战斗 但一定要量力而行 并且严格遵照我和惠颖师妹的指令 没问题 明白了 有 卧槽 游戏是什么意思啊 真传师兄 你别吓我呀 而见王鹿笑得那么灿烂 伸手不打笑脸人的 岳云也只能无奈地摇里摇头 咱们出发吧 一行人于是正式踏上青云之路 岳云和王鹿带头 霍影 压后 拼 第五十节 我只是一个学霸而已 小青云风的入口一段 被无数的法术禁止保护着 隔绝一切的山中精怪猛兽 一行人走得是稳稳当当 无惊无险 只是山路崎岖啊 而偏偏带路的岳云 又经常挑选那些险辟之路行进 让几名黑白蓝白心人们 跟得颇有些难受 尤其是逍遥风的两名蓝白女修 更是为难啊 修为所限 实在做不到像霍影师姐那样 山路间如履平地 轻盈若无 也没办法像朱秦师兄 跟文宝师兄那样 手脚并用 丝毫不在意沾染泥土苔藓 这一路 走得要多别扭就有多别扭 一马当先的岳云 心中暗笑 果然是新人的 虽然修为境界不错 但是欠缺力量 十分本事 连三分都用不出来啊 就算是练器九品的修为 还不足以自由地使用 轻身的法术 但是这几个人在练器前 好歹也都是断体大成 有先天武师的实力 但可曾听说过 那位先天武师 连爬山都吃力啊 灵剑派的断体器啊 已经算是根基较实的了 但是两年到先天 终归是速成的成分居多 这些新人空有境界 却还掌握不住自己的力量 倒是那位真传的师兄手底下 有几分真功夫 断体二品的修为敬佩莫作 但是在山林间行走如飞 比起自己这个 加持了神星术的炼器六品 也不慌不让啊 哎呀 不愧是真传啊 这一路也不知走了多久 一行人偶尔回过头去 小青云的入口 不知不觉间 已经被埋藏在 挨挨云海中了 这小青云风 竟然有这么高 有这么大啊 岳云师兄 还有多久啊 一名蓝白修女 实在是忍不住了 开口询问 此时她早已是面红耳赤 香焊淋漓 两只手沾满了乌泥绿血 头发凌乱 显得狼狈不堪 怎么 文云师妹坚持不住了 对手 岳云回过头来笑道 也不是 只是 文师妹咬了咬嘴唇 至时 她是真有些坚持不住了 岳云这一路走来 仿佛是故意刁难众人 竟捡一些非人的路径前进 有时甚至直接带着大伙 徒手攀缘一片高达百米的垂直峭壁 就算是正牌的先天武师 也伤不起啊 而异行人中 数文英跟得最吃力了 论修为 她比不过地灵根再深的月心瑶 论基础 比不过两名飘渺风的师兄 练气酒品 虽然算是入了门了 但是 自己学的幻明术 清凉术 引火术 本一个能派得上用场 神行术虽然学了 却还没有正式的练习过 根本用不出来 而且就算是能够用出来 以练气酒品的法力 也撑不过一时半刻啊 经不起消耗啊 几个时辰下来 少女心中满是悔恨啊 早知如此 就不该着急报名参加这个什么历练 根本就是刁难人嘛 好吧 既然有人累了 那咱们就休息一会儿吧 月云笑了笑 众人心中结实一松啊 纷纷倒地就坐 而后长须短叹起来 然而 还没等气息喘云 就听月云开口讲道 按照咱们预定行程 应该要在三天内穿过望月谷 至少走到青龙峡的 众人面面相去 不知用意何在 倒是王鹿听出了问题 笑呵呵地问道 按照咱们方才的速度啊 三天够用吗 月云点点头 嗯 够倒是够用的 只要三天不眠不休 肯定能赶得到 三天不眠不休 文音和他的小伙伴们 都静呆了 月云笑道 而且咱们还得从 青龙峡经莲花池返回 时间只有两天 理论上 这次历练应该是 全程无休的 对 全程无休啊 当然 我知道以大家现在的修为 连续数天不休息 还是太勉强了 所以 说到这里 这位练技六品的修士 不禁一笑 所以就需要大家加快速度 给自己争取休息的时间了 啊 要是大家能在一天时间内 赶到青龙峡 呵呵 我还可以带你们游玩两天 呵 还玩毛线呢 你这个貌似忠厚的货 就坑爹吧 几个新人完全坐不住 也不顾力气卫富 便急匆匆地站起来继续前进 岳云一声长笑 再次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而这一次 速度比先前还要更快几分了 说起来 这人的潜力啊 就是靠压榨才能够体现出来的 温英本以为方才自己已经精疲力竭 山穷水尽了 而此时再上路 体内却仿佛又重新涌出了力量 支撑着他跟在月心瑶的身后 虽然万分辛苦 却始终不曾掉队 而在艰难的行进中 温英也渐渐理解了这次历练的意义 说的简单一些 就是压榨潜力 磨合修为 这些出路练气期的修士们 明明都有断体大成的基础 却连这山路都走不顺畅 练气八品的月心瑶 那里还不如一个断体二品的王路 说白了 就是缺练啊 就是徐而不思则网啊 要是寻常门派 或许对此不以为然 断体期和练气初期的技巧 有什么好练呢 有这强功 还不如去打坐冥想 增进修为 练气八品九品的确嫩了一点 但是六品之后 各种法术自然是熟练了 拔身涉水是视若等闲的 你现在浪费这个时间 有什么必要啊 而重视基本功的灵剑派 不这么认为 宁可修行速度慢一点 但是每一步都要踩踏实了 才能够卖下一步 这也是修仙界那些古派的传统作风 传说当中 但凡这些古派出身的修士 在同境界当中几乎就是无敌的象征啊 尤其是面对那些只顾着修为境界 根基不牢的修士们 越级挑战都颇有胜算的 这种对基础的执着 究竟是对是错 文音说不清楚 但是 在这不停的跑步当中 攀岩当中 体会着力量迅速的增长 感觉还不错 比起过去几个月 在逍遥风里吐纳练气 精进修为 更令人欢喜 尤其是望着月云师兄的背影 文音心中更是充满了向往 对方只是练气六品 境界上比自己强不了多少 但是如今展现出的实力 丝毫无愧于师兄二字 他只是比自己早入门两年 两年后的自己 能够做到月云的程度吗 又不知过了多久 日头渐渐息落 荒山野岭的跋涉 变得分外的艰难 月云终于停下脚步了 主动说道 可以了 大家休息一下吧 众人顿时有气无力地 坐倒在地上 从上午集合到现在 几乎是一刻也不停 逃了整整一个白天 而且是水米未尽 首先 恭喜大家 通过白天的艰苦努力 按照进度来看 咱们今晚就可以休息一晚了 文音忍不住鼓掌庆贺 但是呢 在大家休息之前 有件事要交代一下 就是 我和惠影师妹 可没给大家准备晚餐 若是大家肚子饿了 还请自给自足 文音跟小伙伴们都静呆了 不会吧 居然不管饭 难怪你召集大伙集合的时候 还特意嘱咐了 不用带食物跟饮水 原来在这儿等着坑爹的 岳云师兄啊 你压隐藏得太深了 亏我们还以为 你是个忠厚老实人 大家不必着急 青云风物产丰富 可以食用的野菜野果 腐蚀皆是 只要草药学课程的成绩 还过得去 相信不难填饱肚子 运气好的话 还可能采摘到珍稀的灵草 岳云刚说完 就听一个憨厚的声音 笑呵呵的说 哦 赤江果啊 想不到这里就有啊 然后 某个名为文宝的胖子 伸手从一旁的树上 摘下一颗红果 擦一不擦的 直接送入嘴里 然后下一刻 就痛苦万分地吐了出来 咳嗽不止啊 咳咳咳咳 这赤江果怎么这么苦啊 还这么呛 岳云叹了口气 文宝师弟啊 那根本不是赤江果 而是赤精果 是不能直接食用的 至少要经过三道加工 才能除去意味呢 文宝愣愣地问道 赤 赤精果啊 同时 文宝跟姚新月 也是面面相许 赤江果两个人都听过 但是这赤精果 却是第一次听到 青云风物产广播 九州大陆的灵草啊 六成以上 在这里都找得到 哪怕是小青云 种类之繁多 也绝非飘渺风 逍遥风的药田和比 出来乍到啊 你们能认出周围 十分之一的草木 就算很不错了 说来 大家草药学的成绩 都怎么样啊 文宝苦笑 初级草药学 饼上 月心瑶淡淡地说 初级草药学 甲钟 文音撇了撇嘴 初级草药学 乙钟 然后是朱琴 中级草药学 饼下 月云吃了一惊啊 终极草药学 不错 才两年就学到终极 比师兄我当年可强多了 然而 这个厚道的人 心里也是暗笑 不过师兄我 也是今非昔比了 这两年奋发图强 如今高级草药学以上 年内便有望 冲击甲击 各位师弟师妹 还请多多努力 嘿嘿嘿 然后头一偏 就看到某个沉默寡言的红白师兄 月云想了想 虽然对方有点不合群 但是也不好把人家给孤立了 便要张嘴搭讪 然后就看到 一旁的朱琴大吉啊 月师兄别 可惜 这话到嘴边了也收不住 不知这位真传师兄的成绩 王璐笑了 专业草药学 假上 谢谢你问啊 月云当场就喷了 卧槽 专家级假上 而且是入门才两年的专业级草药学 你是神龙在世啊 王璐非常谦虚 哪里哪里 我指一个学霸而已